他当时就傻了 那个嘴张得很大 那个当时就就是 我太喜欢他了 就这一句话 我太喜欢他了 所以其实就他的人生经历 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象过 遇到这样的事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 他的意见 跟我说 我现在不是我自己了 已经是社会中的一份子 很多东西你不想做的 你也必须要去做 对 你必须让自己很开心的投入 他就跟我是这样说的 一定要让自己高兴 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没有 千万不要有什么烦恼 有烦恼就跟爸爸说 他就这样说 当我妈妈就知道 就会 今天要向前赛 明镜要向前赛 就是因为我一些 因为我妈做菜做得很好吃 他当时就是不会了 也不会说什么 天天就很兴奋 觉得妈妈比自己还嗨 其实我感觉 他们也经历了一场奥运会 他们说 他们那个一段时间 根本就没有睡好了过觉 整天整天的记者都在打电话 整天整天的媒体采访 当时他们说 自从被一个神奇的12秒91 一步带进名人堂后 这位有实力又有明星气质的冠军 就在第一时间被商业广告 和社会活动团团围住 他的人生道路 也随即竖起了又一座高篮 诱惑 有的媒体说运动员 应该就是把自己的运动 训练训练好 比赛比好就可以了 什么广告啊 就适当的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运动员 青春这么一点 说实话 吃运动饭真的不是很长 田径 三十岁就是老将 我觉得你拍一些广告 你也很好地可以 体现一下自己的形象啊 这也是社会的一种需要 这也是场上的一种需要 他们来找你嘛 又不是你自己找他们 对吧 这时候我觉得这一个方面 是一个相互的事情 说实话 这也可以给我带来一地收入 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多方面 也不是说商业嘛 是多赢的一个方法 但是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诱惑 好像你又很干脆地予以拒绝 比如说唱歌 对啊 我觉得专业就是专业 业余就是业余 业余 对 你已经在一个领域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很好的成绩了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从事 另一万一个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把一件事做好了 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况且我还有更多的目标 更多的梦想 在等待我去实现 对 所以还是很清楚自己的 对 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脑子还是比较清楚的 脑子还是编住的 说什么 刚刚拿好奥运会关键 我就觉得十二面九一 我就想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极限吗 你还可以跑得更快吗 但是真的不清楚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限 当时就是感觉 我以后该怎么办 确实有彷徨过一阵子 我以后该怎么办 就是没有什么方向 目标在哪里 对 我的目标在哪里 后来才认清楚位置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目标 什么目标呢 因为当时我只有奥运会冠军 世界锦标赛只有拿过第三 世界史内只有拿过第二 都没拿过冠军 世界杯也 有没有拿过 当时我都想 就想 你的目标就是 把所有的冠军都拿一个遍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问你 08年打算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期待 你给予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很多人都会问我 08年就想你准备跑什么样的成绩 每一次回答 我都说我会尽力的 我会发挥出我自己的最好水平 我就这样说 但是我从来不会说 这个冠军是我的 我一定要前三 我一定要前八 我从来不会说 所以这种公众的巨大的期待 也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压力 没有什么压力 有的时候听这种话 会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 但是他们心是理解的 对 但是你没有什么话都听进去 这个没有必要 影响你的心情 那就不好 其实要保护自己的一个心情 对啊 毕竟流向只有一个 正因为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刘翔 这位23岁的神奇小子 动辄就被称为国宝 享受着全民的宠爱 似乎每个人都理所当然的 把每一次力都计划在他身上 而每个人其实又很清楚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长胜将军 尤其作为悬念最大的焦点赛事 任何一场110米篮 都是群雄逐鹿 胜负难料 也许并不是刘翔改变了什么 但是人们关注他的眼光 却难再回到从前了 你觉得从奥运会回来以后 你自己最大的涨进是在什么地方 心不是 心理素质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 不太喜欢去做很多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还是比较喜欢过安静的生活 比较喜欢自己的生活 其实你的出现对你的 无论是你的竞争对手 还是你的队友 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比如说国外一些媒体也说 为什么中国人 一个镜头都不给石东捧 他毕竟就跑在刘翔后边 你能够意识得到你给自己的 就是其他的中国的运怨 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吗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吧 现在我们中国高篮级 就是跨篮级 都在很大的幅度地提高 对 就像石东捧来说 他曾经也拿过世界锦标赛第七名 虽然说每一次全国比赛 每一次亚运会亚洲比赛 他都拿了第二名 但是他也想赢我的 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就要看你会不会把握了 当然我肯定是 一定会在亚洲 在国内会捍卫我这第一的位置 对 我不会让别人赢了我 我觉得这就是经济体育的魅力 像我不会讲任何的人请问 在赛场上面我就是第一 这个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好让的 你就是第一 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别人超越吧 超越肯定会有 对啊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 说实话那天真的挺可怕 我已经想过了 我觉得如果被别人超越了 说实话自己也会失去很大的动力 就像我超越陈彦浩一样 他那个时候其实还可以保持全国第二 但是他全英会后面就不练了 因为他受不了一些小背的超越吧 一次次那种信心上的打败 肯定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会 你觉得你会怎么面对 如果我被人超越 这是自然规律对吧 你不能跑到四十岁 所以他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我就希望我能够把我的运动收命 生命运动高峰点维持得更长 更长 不要有退步 如果有人超越我的话 我也想不练了 你也想不练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可能也是 岁数挺大 对 但是我很有信心的说 在亚洲在国内 想超过我 除非 我有失误 除非超然 否则我站在菜场上 是不可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